驾驶全新节能Vanza混合动力电动车 走得比您想象的更远 白宫欢迎中屋元首通话 听取屋立场重要 美媒表示拜登竞选连任优势 与他任内表现无关 加拿大派遣专机和军舰从苏丹撤侨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3年4月26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 对于中屋两国领导人通话 美国白宫当天表示欢迎 并指出中方听取乌克兰对俄乌冲突的看法至关重要 白宫认为目前判断这次通话 对俄乌和平的影响还为时尚早 美国白宫26号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表示欢迎 可比称判断这次通话对俄乌和平的促进作用还为时尚早 任何和平谈判都需要确保 乌克兰处于优势地位 美国专家指出这次通话可能为接下来中国与乌克兰官员之间更平凡的接触 奠定基础 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中国驻俄罗斯前任大使李辉 被任命为中国解决乌克兰危机特别代表团团长 显示出了北京在俄乌危机中发挥作用的意愿 这次中欧元首通话是朝着政治解决俄乌冲突迈出的一小步 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就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选连任 美媒分析称包括当下对手政党内部的混乱 以及包括堕胎等议题上民意的倾斜等 这些才是拜登竞选连任最大的优势 与他任内表现无关 据悉不少篇民主党的商业大佬 已排队为拜登捐款支持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 在当今动荡两极化的政治环境当中 尤其是拜登的潜在最大竞争对手 特朗普成为第一位受到刑事起诉的前总统 且共和党内越来越难摆脱特朗普的情况之下 来自共和党内部的混乱 或成为拜登竞选连任最大的优势 报道指加上从高院推翻罗素韦的案之后 选美选民越来越支持堕胎权的趋势 以及保守派极端支持反堕胎的立场 加上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这些让他在竞选连任中处于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加有利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报道指出 拜登竞选连任除了被诟病的年龄之外 在纽约时报2月份的一份民调显示 有62%的美国人和66%的选民都认为 当下拜登政府的表现成就不大 或很小的成就或者是根本没有成就 报道指自拜登宣布竞选连任 已获得了包括议员富翁领姻的联合创始人 托夫曼索罗斯家族等人的支持 据联邦选连任委员会的被案文件显示 在2020大选时 拜登筹取了超过10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拜登的竞选团队表示 这次的规模将更胜以往 凤凰卫视 杨本军 李战青 罗神的报道 苏丹武装冲突持续 加拿大政府表示除了计划派遣专机撤离侨民以外 两艘军舰也已抵达苏丹附近海域 同时加拿大也与包括肯尼亚在内的多个国家 谈妥陆地安全撤离通道 目前约有100位加拿大人成功离开苏丹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出席内阁会议前向媒体透露 正与德国 法国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协调 从苏丹撤离加拿大公民 国防部长阿南德证实 加拿大武装部队人员以及两艘军舰 已经抵达附近区域待命 国防部正与环球事务部合作 在当地提供支援 我们有1700人 都被订阅 全都被关注了 国防央事务部 当然 所有人在苏丹 都必须确定 外交部长补充 已经登记的1700人当中 有550人要求政府协助撤离 其中有100人已经成功离开苏丹 同时 环球事务部也正协助 住在边境地区的加拿大公民 自行撤离到附近的安全国家 并提供沿途所需 加油站和食物药品补给站等相关信息 加拿大国会当天也提交议案 启动紧急人道救援计划 加拿大移民部长表示 正在制定相关的措施 协助人在加拿大无法返回家园的 苏丹临时居民可以申请延长居留期限 包括可以继续学习工作或是探亲 同时也会尽量确保相关的人道紧急申请 不会受到联邦公务员罢工的影响 凤凰卫视组客请武警苏一恒文革华报导 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各地的简讯 欢迎回来 欧密奇来关注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总统拜登周二宣布竞选连任后 民主党的商界捐助者 便迫不及待地要为拜登捐款 以帮助拜登提高支持率 抵御共和党的挑战 意外富翁林克林联合创始人霍夫曼仪表示 将为拜登举办筹款活动 另外曾在2020年竞选期间 共为拜登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传媒大亨 萨班表示将近其所能帮助拜登连任 并计划在2024年竞选中为他筹得更多资金 此外孟工厂联合创始人资深民主党捐助者卡森伯格 是拜登竞选团队的联合主席之一 他相信拜登竞选团队这次筹集的资金 将比2020年更多 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备案文件 当时拜登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 而特朗普则筹集超过了7.4亿美元 尽管购房贷款利率上周有所上升 达到一个多月来的最高水平 但抵押贷款的需求依旧反弹 抵押贷款银行协会数据显示 30年期固定利益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 上周从6.43%涨至6.55% 但上周全美的购房贷款申请 却比前一周增加了5% 分析师认为尽管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将放缓 但市场仍预计美联储将在5月的会议上 提高短期利率 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 因此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第二周出现上升 达到一个多月来的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 房价在一定程度上的下跌 是刺激购房者申请贷款的重要原因 旅居美国20年的中国大熊猫鸭鸭 周三启程离开田纳西州孟飞斯动物园 踏上回国旅程 大熊猫鸭鸭今天上午8点45分左右 从田纳西州孟飞斯动物园出发前往机场 乘坐国际货运公司专机 在当天中午左右起飞 飞往上海 飞行时间近16个小时 据专家介绍 鸭鸭目前食育良好 体重稳定 以提前适应专门定制的运输笼 2000年8月 慈性大熊猫鸭鸭出生于北京动物园 2003年4月作为中美大熊猫保护与研究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鸭鸭与来自上海动物园的雄姓大熊猫乐乐 一同飞往孟飞斯 开启长达20年的旅美生活 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欽森周三正式宣布 参加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 这位共和党人当天对拜登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 并称如果自己当选将使经济重回正轨 哈欽森直指拜登政府背弃了美国人民 美国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都受到了当前经济的双重打击 而要扭转经济就必须停止导致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的联邦支出 72岁的哈欽森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8年后 于今年1月卸任 自1980年代以来 哈欽森一直是阿肯色州政界的重要人物 他在国会任职期间 曾参与众议院对时任总统克林顿的弹劾 随着哈欽森的正式加入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已扩大到5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下午 隐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 中乌关系走过31年发展历程 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助力 习近平赞赏泽连斯基总统多次表示重视 发展中乌关系和对华合作 感谢乌方去年为中国公民撤离 提供大力协助 他表示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 双方要着眼未来 坚持从长远关系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 延续双方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传统 推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台湾金门防卫指挥部一辆军用汗马车 26号执行完任务反营途中 后车倒突然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军方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目击群众画面显示 起火车辆火势猛烈不断冒出黑烟 整辆车几乎被烧毁 金门县消防局表示 军用汗马车26号下午2点左右 在弹药残泻返回营区途中 后方车斗不明原因起火 车上两人自行逃出 并尝试用灭火器救火 但因火势过大失败 据初步了解 疑似是车上弹药残与产生化学作用致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 美股周三收盘 涨跌不一 投资者对第一共和银行的担忧 持续发酵 压倒了大型科技公司 良好财报的积极影响 我们来看星期三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 全天都是涨跌互线的格局 投资人关注的 其实是公司盈利消息 公司盈利在这个星期 是高峰期最繁忙的 一个星期 有1600家公司公布业绩 标准波尔500指数成分股中 公布业绩的163家 到目前为止 80%都是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原来市场预估 在这个季度 公司盈利可能同比 会下降5.2% 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 有罪上表示 可能预估有些过低 同比下降幅度 可能40%左右 那三个中国指数表现超好 主要是因为 昨天收盘之后 两大科技蓝筹股 微软公司 和国公司的母公司 自马表公司公布业绩 纷纷都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微软公司今天继续是呈现 高开高走 格局盘中升幅超过8% 但是谷歌公司 在盘中上升之后 收盘略非小幅获利 回头爆压小奖 0.42% 但是标准波尔500指数的 科技股 EDF指数 XLK 还是上升1.3% 盘后 脸书公司 母公司 麦大公布业绩 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盘后交易上升10% 但是随后在星期四的交易如何 是不是能带领同类股 呈现早告 当然也还是有待观察 值得一提的还是 第一 共和银行在星期三 全天继续是反复震荡下跌 跌幅达到33% 盘中因为炒作热络 有7次是涨停和跌停 那么交手量是1亿6500万股 平时这家公司的交手量 只有6000万股左右 主要是目前政府似乎 还没有意向接管 投资人忧虑该公司的命运 是不是会迫及其他的地区性银行 说盘时 10天常债收益率是3.443% 油价下降3.6% 其实4块3毛钱一桶 做收黄金价格略微小幅 反复盘中上碳2000美元 收盘略微回落0.42% 是1996美元 一样四作收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风鸿一只旁哲 纽约报道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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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方面 2023北美大学生股票大赛开幕式峰会 于日前在加州尔湾举行 本次峰会由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HUX华人兄弟会 与AIRG留学生组织 及华氏度联合主办 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支持 来自南加州留学生和金融业界精英 共同探讨了股票投资的最新趋势和最佳实践 共同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瑞银集团 贝莱德集团 摩根大通 比特小路等金融机构的投资经理 以及美国留学生协会 联盟近百位学生代表参加了活动 那这次的峰会呢 我们希望能够作为一个破冰的一个活动 能够打破我们这个和美国的金融圈的 这么一个这堵墙 然后我们可以能够在之间建立一个桥梁 能够让我们可以让这个大学生 可以能够通过我们本次的峰会 本次的这个NASC股票大赛 可以能够与这个金融界 产生一个很好的沟通 峰会联合创始人 UCIAIRG金融投资社团主席孙晨表示 本次峰会的举办给国际学生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金融交流平台 峰会联合主办方 创业创投组织华石度 联合创始人高雅表示 华石度致力于创建一个平台 让人们聚集在一起 分享想法并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目标 这次补票大赛活动呢 也是邀请到了各个行业的顶尖的精英 然后来到现场的一些领袖 为同学们为之后的一些发展 还有在美的发展 留下了很多资源和分享一些经验 来自摩根大通 黑石 瑞银等专业投资者 股票分析师和企业家 在峰会上分享了 投资和股票交易方面的独特见解 和最佳实践经验 为留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答疑 此次股票大赛 不仅为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也展示了美国留学生组织的 组织能力和专业素养 帮助学生们提高投资技能 拓展职业事业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凤凰卫视田野洛杉矶报道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 驾驶全新节能 Venza混合动力电动车 走得比您想象的更远 感谢您的观看